第21题 将食盐与木炭粉的混合物分离的实验中 下列哪一操作步骤 是应用物质颗粒大小分离的概念 A 将混合物倒入水中溶解 这是让他做溶解过滤法的前半的步骤 是有的会溶有的不会溶 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选项A是错的 B 以波棒搅拌水溶液 这个搅拌水溶液是要加速溶解而已 也不是利用物质的颗粒大小分离 所以选项B是错的 C 用氯子过滤水溶液 这个已经溶解在水中的颗粒比较细小 会穿过氯子 而不溶解的颗粒比较大 穿不过氯子 这个是利用物质颗粒大小分离的概念 这个是对的 株 加热过滤后的溶液 在做蒸发结晶法 是要利用废点的不同将物质分离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操作步骤 是应用物质颗粒大小分离的概念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用氯子过滤水溶液 使用氯子过滤水溶液 你不需要用氯子过滤水溶液 谢谢大家